第137集 次日朝会之后 便将宋吹交的那番话 说与迎四 迎四看着才一天功夫 就平静下来的赵乙楼 缓缓说道 这话 是少上造交给你的吧 是 既是被识破 再狡辩也没有意思 赵乙楼不认为 迎四是那种容易糊弄的人 索性爽快地认了 善 迎四面容冷峻 垂眼看着店中 那个毫不畏惧 与他对视的青年 少上造天宗大才 然寡人忧心 他身为女子 终究容易为情爱纠缠 随时记忆叹 迎四的观察里 何其惊人 纵然赵乙楼面无表情 却还是让他捕捉到了一丝惊讶 面对这样一个不上伪装之人 迎四感到很轻松 他忽然有些明白 宋炊喜欢赵乙楼 并不单单因为他 长着一张好看的脸 迎四不着痕迹地 微微挑起眉梢 难得赵将军一份真性情 不过 少上造之志 非常人能匹配 将军若是仅凭这份真性情 与美人之流无异 以色相性情世人 纵然能长久 忠难虎同心意 真乃汉事也 赵乙楼敏纯 盯着高座上 那位悬疑华服的年轻君主 沉默几席 吱笑一声 君尚无须言语挑拨 赵克不过世间女臣 无大鹏凌空之壮志 亦无战权宋怀锦之私心 唯愿随之 纵不能通心意 亦白死不回 君尚瞧得起也罢 瞧不起也罢 绝不能动摇我半分 君为了诱惑在眼前 赵乙楼眼也不眨地就抛弃 他从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是淡薄 他就是胸无大志的大俗人 又能如何 这世间融得下盈四 吞吐巴黄的野心 就融不下他赵克独善其身 盈四勾起唇脚 踏善 赵将军当寝记今日之言 不离不弃 赵乙楼微微醋眉 他是个心思单纯之人不假 但不蠢 能看出盈四那笑容 绝不是欣喜宽慰 臣告退 不管如何 赵乙楼还是很佩服 盈四的胸襟气度 那日交手时 盈四也没少吃亏 正如宋初一所说 倘若盈四是个心窄的人 他非死即残 也因此 赵乙楼对他的印象 略略改观了一些 回到府中 赵乙楼将事情 前前后后 一句不弱地 告诉宋初一 包括最后 那个意味不明的笑 虽则赵乙楼讲得很详尽 但观察分辨人的细微情绪 这种事情 还是要亲身感受 才算数 他也就不妄自揣测军心了 另外 不管赢四信不信 总之 他得寻个机会 表明一下自己谋事的决心 没几日 宋初一便接到军书 因公孙衍离去 司马错补了大将军的位置 而宋初一 接了国卫一职 这个决定 在朝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浪 国卫是五职 没有人规定 五职官员 一定要武功高强 能冲杀在千军万马之中 但看着宋初一那一副 细胳膊细腿的样子 实在也太没有说服力了 因此上任后的第一日 便引来群臣为官 秦律规定 不得以生奸 金桑 乔迁等名目 收收巨额离品 以杜绝攀比 贿赂 奢靡 奢靡之风气 因此这群人 真的是纯为官呐 宋初一咧着嘴 应付了一上午 过午之后 便闭门谢客 蒙头 睡大觉去了 第二日 走马上任 宋初一的灭国论 实际是一种国策指导 为国家前进方向指路 其中步伐 铺路方法 但毕竟是理论 要指着宋初一一个人去完成 一年两年 就能生生把他累死 而张仪的纵横说 正是灭国论的其中一部分 他是行纵横之人 负责对外邦交 这个对外邦交 不仅仅局限于秦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 打入列国之间 有什么针对秦国的谋划 他也要设计破坏 纵横家的学术 也就那几篇书卷 很容易读明白 谁人阅读之后 都可以去行纵横之事 然而行纵横 不仅要有锋利的口舌 渊博的学识 要胸怀天下局势 高瞻远瞩 更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极致 能达到这些要求 方能成大事 所以说 泛泛之辈行纵横 不过是去言覆试 以图名利之辈 宋出一次问这方面 比张仪相差甚远 再加之衡量自己 女子之身 不便太过招摇 便自请了整顿训练 秦军的任务 灭国论强秦之策 第一步 阔疆土 复民 如今攻占巴蜀 已经完成了一半 第二步便是 内外兼修 对外 暂时实行软政策 邦交斡旋 对内 必须迅速强大军队 随时做好应战准备 双管齐下 其中第二部分 占据的篇幅最长 阐述的最为详细 迎刺博文强计 即使只看过几遍 一闭上眼睛 亦能了然于凶 角楼上 五月末尾的风 带着初夏的温热 洗面而来 细密的竹帘 随风微动 暗机上 堆积如山一样的竹简 一人单手支着头 闭目小气 只是那眉心紧锁 那薄唇紧敏 并无一丝午后的惬意 廊上一群宫女 砖红色的曲菊 勾露出柔美的曲线 为首的年轻妇人 发觉里面的人睡着 便将手里的石盒 交给身旁侍女 放轻脚步 缓步走入 她跪在机前 认真地端详她 银四的长相 真的很俊美 介于粗犷和文雅之间 通身的阳刚之气 并不像她从前看过的那些 好读儒家书籍的男人 温和有礼 她的气息 侵略性极强 在她身边也很有压迫感 但就是令她莫名地迷恋 不曾午睡 银四尚未睁开眼 便开口说话 魏婉吓了一跳 玄疾说道 啊 我听闻君上 最近食欲不佳 便做了些青猪小菜 另用红果 做了小点开胃 君上试试 银四睁开眼睛 看了她一眼 点头 魏婉的芙蓉面上 笑容绽放 立刻令人送了水进来 签字服侍银四 简单洗漱 对于她这样的举动 银四从来没有拒绝 却从未表示喜欢 魏婉 那是异国公主 纵然并非魏王后所出 但母亲出身高贵 她是绝对食指不沾阳春水 第一次这样伺候银四的时候 有些笨手笨脚 她也不曾嫌弃 无论是任何方面 银四对她都特别的宽厚偏淡 以至于魏婉 渐渐以为 银四天生冷淡 不会笑 不会怒 许多次 魏婉也想对她撒娇 但她不怒自威的气势 实在令人胆怯 君上 陶间看着端在暗机上的小点 忍不住出声阻止 但又碍于是国后亲手所做 她只好点到为止 这红果小点 魏婉抬头看向陶间 有何不妥吗 陶间眼睁睁的 看着银丝面无表情的 将小蝶中的开胃点心 一个个吃下 只好咽下到嘴边的话 并无 奴脱嘴 请国后恕罪 一盘小点 一碗青粥 一碟清汤的苦叶菜 银丝吃的一点都不剩 魏婉令人收起餐具 还想再与银丝说会话 见她束口之后 竟又拿起奏捡 只好信信告退 陶间看了银丝一眼 悄悄尾随出去 国后慢行 魏婉听见陶间的声音 还以为银丝传话 心里十分高兴 何事啊 陶间将身子 几乎攻到地上 这是除了仆夫之外 最大的礼节 陶间身为影子的 近身大太监 邓贤是不需要 行此大礼的 魏婉有些惊讶 陶间依旧攻着身子 声音不及不虚 请恕奴直言 君上最近肠胃不好 总是会疼 御医交代 隐日清淡 红果做成的小点 虽然酸甜可口 但不利于养胃 吃完 必定不会舒服 魏婉是知道的 银丝又岂会不知 魏婉脸色微扁 一则 有些挂不住面子 二则 他也亲自打听过 银丝的身体状况 御医却只言 他未曾休息好 不是哄骗于我 奴旗感 陶间惶恐 那 那君上为何还将那一盘 都吃光了 魏婉心想 倘若不能吃这东西 随便吃一两口 补就行了 陶间额头微汗 银丝在外头 流放了好些年 是个从不挑饭 也不剩饭的主 不管好不好吃 一向连汤汁都不剩下 略愁愁了一下 他说 因为是国后亲手所做 君上不想服了国后的美意吧 魏婉心中又酸又甜 不禁自责起来 对陶间 与其分外柔和 君上身体不妥 你只管禀了我 诺 陶间恭敬应声 抛去秦爱不说 银丝的确是个好夫君 母国在他嫁过来 每两个月就对秦国用兵 若不是吟死对他特别偏袒一些 绝不是今日这样的风光惬意 如此种种 魏婉的心中早已偏到秦国 陶间离开 魏婉看着角楼许久 才顺着游郎返回后宫 转弯的时候 正遇上一高一来两人 高壮一些的男人 高官薄带 却正是处理疾 外瘦一些的穿着窄袖口的玄色禁服 一张脸素淡无奇 唯有一双眼睛透着清凉 见过国后 两人齐齐失礼之后 退至道旁 丞相多礼了 这位是 这是国卫送死 国卫之名如雷贯耳 是尽 魏婉汉手还了方才的礼 他在宫里 只听说宋怀锦年纪轻轻 下意识便以为 至少也与张仪年岁相仿 三十余岁如此名声 也算年轻了 谁想 竟只有二十左右 宋怀锦 建过国后 宋出一步着痕迹的 打令魏婉一眼 觉得勉强 不算糟蹋影子 魏婉方才 见两人步履匆匆 略见了礼之后 便带人离开了 宋出一和楚礼吉 到了角楼下 等侍卫通传一声 只须余便得以入门 两人顺着松木楼梯 上了二层 一抬眼 就看见迎死的气色 不太好 魏集行礼 楚礼吉连忙问道 今上这是怎么了 楚礼吉是迎死的亲兄弟 又是一国丞相 这样也不算失礼 既然他开了头 宋出一就不能 干巴巴的行礼了 君上可曾叫了御医 喂 坐吧 楚礼吉不放心 问一旁的陶坚道 我方才见国后 身后侍女提了食盒 君上几时开始不舒服 陶坚很为难 总不能说君上 自己胡乱吃东西吃的吧 他只好实话实说 用膳之前就有些不舒服了 用完膳后便重了些 请允许臣替军上把脉 楚礼吉不得不多想 内国后是魏公主 万一为母国弑君呢 银丝汉手伸出手来 碳脉不是楚礼吉的强项 但比一般医者要稍微好些 尚好 是老毛病了 君上今日是不是食用了 刺激肠胃之物 楚礼吉问道 大业是几十年 乃是百年之功 君上当以顾兮身体为首要 银丝点头转移了话题 两位为何而来 大秦攻占的巴蜀 已经大半年了 也进行了管制 可惜利由不待 一直不能把巴蜀 融入秦国 此事不是一两日之功 陈祥请君上决断 尽早投入整顿巴蜀 国卫有何两策 银丝直接看向宋初一 现在楚卫两国正在准备联手抗秦 宋初一知道这件事情 虽不能成 但在不久以后 魏国就会对秦用兵 秦国防守不能虚空 然而正如楚礼吉所言 整顿巴蜀并非短日之功 但也不能脱 脱久必乱 新的军制 我也在今年新招募的军队中建立 待在实行一段时间 便让他们去巴蜀 历练一番 臣请亲自去监督 宋初一拱手说道 楚礼吉面露惊讶 这事 他也从未听宋初一提起过 细说 楚国占据的八国土地 留之变成祸患 然而开战的时机还不到 可先令新军过去历练熟悉环境 协助整顿巴蜀政务 四季驱逐楚军 宋初一说道 楚礼吉想了一下 觉得宋初一考虑的很有道理 新墓的兵不容易引起楚国戒备 只是怀情不能去 楚国驻守八地的人 是他徒弟龙骨不枉 对你算是知根知底了 你亲自领兵 他怎能不警惕 但凭军上决断 宋初一对楚礼吉的意见 也不分赞同 容我思虑 若是放宋初一去巴蜀 迎死一时 还真找不到合适的人 处理军机政务 军上好身休息 嗯 迎死应声 示意他们可以走了 两人从角楼中出来 楚礼吉忍不住 问宋初一 要去巴蜀这么大的事情 怎能事先也不让我知道 不是一直没寻到机会吗 军上的身体真的无事啊 宋初一一笑 岔开了话题 楚礼吉叹了口气 还不是累的 如今有四人分担政务 我们接手的政务 都堆积如山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可想而知 前几年军上是怎么过来的 尤其是迎死手段 灵力处理完老士族之后 朝堂一下子空虚了 他的身子 就是那段时间 泪垮的 处理老士族 时机到了 就得快刀斩乱麻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日后我们多多分担 让军上腾住时间休息吧 处理吉颇以为然 是该休息一下 军上至今无死 也不是办法 时下 人的平均寿命 是四十几岁 除去那些死于战乱的人 这算安逸的贵族 六七十岁 已经是不得了的高寿了 而各国的国君 但凡勤政一些的 都没有超过六十五岁 大哥不也是吗 快快 给我娶个嫂嫂 不过一般的女子 我可不点头 宋初一戏谑道 眼看已经出了宫门 处理吉哈哈笑道 我哪里去给你 找个不一般的 倒是你 纵然君上 并不介意 宋初一是个女子的事情 但为了避免 把精力浪费在 处理不必要的麻烦上 她只能选择隐藏 因此 嫁人生子 亦无希望 想起宋初一牺牲良多 处理吉的心中 就很是心疼 放低声音说道 改日 大哥给你办个 鸡鸡礼吧 一伙请庄子 为你鸡鸡 你深沉是哪天 我的名字上 不是写着吗 演乐初一 是大哥疏忽了 鸡鸡的年纪早过了 还学人家那些做事 师父以为我行了家官礼 宋初一并不在意 家官礼 处理吉差人 心道庄子 真是个奇人 不仅将宋初一 当男子般教养 竟连吉吉和家官 都胡乱用的 家官礼 是代表男子成年的仪式 一般是二十岁举办 但也有例外的 当年宋初一 是吉吉的年纪 行了家官礼 然后就拎着一个小布包 无知无畏地 下山闯荡去了 既然名震言顺的事情 何必错过 大哥就希望你都经历过 站全户 不留丝毫遗憾 就这么定了 处理吉拍了拍他的肩膀 宋初一探头凑近他 小声地说 站全户的话 你是说我先娶个美媳妇 然后带着媳妇再嫁人 处理吉看着他一脸向往的模样 小心问道 莫非 莫非 怀景也喜欢女子 处理吉从未听说过 要女子爱慕女子 但竟然有断袖之辟 宋初一摇了摇头 处理吉松了口气 却听宋初一说道 我这喜欢漂亮凶大的女子 处理吉恶然 送出一件处理吉 难得露出这种傻愣愣的模样 不禁捧腹大笑 处理吉反应过来 无奈一笑 从袖中掏出一个竹筒 罢了 不与你饶舌 这是魏国新进消息 今日遇见左丞相 他托我带给你的 因丞相一直刚刚设立 尤其是对外邦交的左丞相府 主政体系都还不完善 张一又要把秦国 追溯木工时期的外交记载 以及国书看完 忙得晕头转向 没有片刻闲暇 多谢大哥 宋初一接过竹筒 塞进袖子里 两人各自事物繁忙 官邸在相反的方向 便在岔路口道别